欢迎收看《湾区直送》,我是陈嘉碧 广东省日前修订条例,列明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 食用者最高可以罚款1万元人民币 但禁食之后,影响的不单只是食客和餐厅 就连一些原本养殖可以食用的动物的养殖户都损失惨重 内地早前出台野生动物禁食令 蛙类、龟、水鱼可不可以继续食都备受关注 农业农村部最近就发出最新通知 牛蛙、美国青蛙、水鱼成功解冻 不过,同样无需禁食的脆肉丸 在中山就出现过万吨制压制销 这个脆肉丸是越冬的话,打火的人越多 就是好像年尾、一、二月、三月 那些是销量最大的时候 如果按外面的价钱来计算平均的 每销的亏损应该去到八千到一万 养殖户说,目前销售量只占总量的约百分之二 加上一路跌价 养鱼的成本不断增加 将影响今年再投产的情况 当地政府指导后 推出援助措施帮助销售 但俗称田鸡的泰国苦文化 就没那么好处了 广东近日修订的禁食野味草案 在可食用的人工自养野生动物名单中 剔除了田鸡 昨天差不多捡了 这岸上捡了应该有200多斤 有田鸡养殖户估计 早两个月已经损失20万人民币 单单在珠三角就有400至500万斤的田鸡制销 加上很多养殖场都要向银行贷款来经营 没有收入、没有粮出之余 还要担心被银行追债 不过有专家认为新修订的草案 已经平衡了保护野生动物 和人工繁殖致养人士的利益 现行的野保法主要限于珍贵、宾威和山友 这次疫情涉及到的蝙蝠 还有一些高风险性、有害性 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一些动物 扩大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范围 修订的草案 新增禁止非法交易、食用和执法监管项目 个人为例者最高罚款1万元人民币 以往食在广东 但现在复工最难的就是餐饮业 好像在深圳全市有14万间餐厅 有9成2月份都没有开店 现在开店就要面对人工和租金两大压力 餐厅重新开业 但就吃得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 好像这一间店用一块块透明胶板隔开 就是为了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根据广东省政府要求 各市已经逐步恢复餐厅堂食的服务 但规定所有座位间隔 都需要在1米半或者以上的距离 超过了6个人的聚餐就要分开坐 防疫措施做足 大接客的能力就可能大大减低 我们餐饮企业等于 所以运营的能力大概只能够是 正常情况下的五成以下 虽然看上去好像有些门店需要等位 或者看上去好像门庭药市 其实来说实际里面的上座率 都不会是十分高的 现在的营业额可能得回正常情况的三成到四成 有业界人士就说 有很多门店都会开在旧物中心 所获得的减租能力通常有限 人工压力也很大 不是很旺的时候 当然都会有一些固定的人手 但是适逢今次的疫情 就是在最旺季 整年都是最旺的时候 那个季节 其实大家的酒楼食事都会准备 人手是多了的 人手多了出来的时候 它不单止是平衡到这个肺炎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人工的付出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深圳四十位人大代表 近日提出扶持餐饮行业的建议 而省政府也都出台政策 为及餐饮行业 广东省当局 允许企业延持交社保 中小微企业免征五个月 大型企业减半征收三个月 来实施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 政府也都会退回上个月 企业已经交了的养老 工商 失业保险费 非常时期 外卖平台就成为餐厅最主要 获取现金流的渠道 美团和饿料摩日前就向商户推出优惠 会还回或者降低大约5%的佣金 但这些佣金不能拿出来 只能够用在外卖平台推广产品上 帮助就始终有限 今集说到这里 拜拜